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从第三节之后 我们逐渐的脱离这个黑格尔本身 他自己的理论 我们要来看看他在当代里面 被后来的人所接受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 這一節的標題我把它分成叫做 表現的遺產與過程的觀念 不過這個標題其實是可以有一些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標題裡面你可以這樣子去讀它 就是把那個end 前面跟後面分開來 也就是說legacies of expression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ideas of process 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一種讀這個標題的一個方式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閱讀裡面 那麼就如我所翻譯的 就叫做表現的遺產與過程的觀念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閱讀裡面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一個主要的就是這個expression是從黑歌來的 所以它稱它叫做legacies 對不對 稱它叫做這個遺產 稱它叫做遺產 但是ideas of process 不是從黑歌來的 因為這裡面它不是遺產 對不對 它就是什麼 有關於這個表現的遺產 如何跟一種叫做過程的觀念來加以結合 或者是它們之間的有些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是從表現的遺產與過程的觀念 這樣的一個標題的意義來看 談的是這個 可是另外一個可能是這樣的 就是這個legacies 是包含後面兩個東西 那麼這就是我寫在下面第三個黑點裡面 legacies of expression 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是表現的遺產 對不對 那麼另外一個呢 則是過程的觀念的遺產 就是這兩個東西呢 都是黑格爾所遺留下來的 那麼就看後面的這個哲學家怎麼去運用 那麼這兩個說法都是講得通的 在文法上都是講得通的 就是看你的這個legacies of 接了多麼多 那麼在第一個意義裡面 它只接expression 另外就 後面的它就不接了 那後面是另外一個東西 對不對 叫ideas of process 但是在另一方面 那麼你可以理解到 就是它的那個legacies 而且你可以看到legacies是負數 所以有可能是有什麼 有兩個以上的遺產 對不對 黑格爾所遺留下來 有兩個遺產 那麼一個呢 是表現 另外一個呢 則是有關於過程的觀念 這個是從文法上面來說的話 這兩個說法都講得通 那麼從這個 剛剛我們說文法 那麼現在呢 如果從整個意義上面來說 或者從這個哲學的思想 你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第二個翻譯 也有它的道理的一個原因 就是在黑格爾哲學裡面 非常重視的是什麼 歷史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在前面就已經講到過的 而歷史是一個過程 所以當然在這樣的一個想法上面來說 那麼這個ideas of process 當然也可以大可以是什麼 這個是從黑格爾那邊來的 因而呢 不管是expression 或者是ideas of process 那麼這兩個都是黑格爾方面的遺產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 這個下面的這個翻譯 可能要比上面的翻譯來得合適 就是表現以及所謂的過程的觀念 這兩個遺產 這個是在理解上面 我們可以說下面這樣的一個理解 是這個情況 是這個情況 這事實上是上一次我上當代美學的時候 期末考的其中一個事情 就是我只是叫同學說 這個標題有哪兩種意義 那這兩種意義包含了怎麼樣的 對黑格爾的理解等等 OK 但是呢 那為什麼我還是採取了上面的那個翻譯呢 那麼一個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這個表現的遺產是來自於黑格爾不會有問題 就表現這件事情一定是從黑格爾那邊來的 所以做個表現的遺產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他在談到這個過程的觀念的時候 至少就是我們的書Helvis在談到過程的觀念的時候 我並沒有看到任何黑格爾的影子在 我意思說他完全談的是一個 因為這個表現被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上半葉這裡 他們就是把黑格爾這個表現拿來使用 可是完全改變了黑格爾原來表現所要談的 因為黑格爾所謂的表現是一個社會的表現 而這種社會的表現呢 是一個文化一個民主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 一個所呈現出來的樣貌表現在他們的藝術作品上面 像我們看到的一個例子就是南非 他在這個二十世紀末最後的那十年 那整個的一個社會的動盪 以及從他們的藝術作品裡面所產生的那個表現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例子裡面所看到的 但是我們在這一節裡面看到的不管是Colinwood或者是Dewy 他們都不談這個所謂的一個時代的表現 一個社會的表現一個文化的表現 而是談個人的表現 談一個藝術家的表現 談一個藝術家的表現 那麼這個表現 這個表現的東西的這個過程的觀念呢 因而就不是什麼歷史這樣的東西 而是什麼 而是我在看這樣的一個藝術作品的時候 我在什麼 我也彷彿跟著這個藝術家 經歷了一個相同的創作過程 他講的是這個 而這個是黑格爾從來沒有談到的 是黑格爾從來沒有談到的 那麼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這個Ideas or Process是不是屬於這個黑格爾的其中的一個遺產 這個就變得很可疑了 這個當然最終我覺得是讓你們來判斷 因為我在就是那個上一次的那個考試 當然上一次考試考的這個題目這一次應該不會考的 但我意思是說我在那裡我讓他就是讓同學判斷說 你認為哪一種解讀是比較合理的 比較合理的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他裡面所談到的這個過程的觀念 那我在那裡面看不太到那個有屬於黑格爾的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說在黑格爾裡面的整個思想裡面 所謂的這個歷史或者過程 或者是那個整個經過那個過度 那個其實是他整個主要的這個內容 其實是他主要的這個內容 但是他在談的時候 他所談的那個東西完全不是黑格爾意義下的那種情況 所以我就把它分開了 就是我不把他視為是黑格爾的其中的一個遺產 所以就變成表現的遺產與過程的觀念 那我並沒有說這個就是定論 這個就是標準答案 其實還要看你怎麼去理解 比如說等一下我們會看到Colinwood的思想 然後在對照的前面我們所理解到的黑格爾 那麼你認為這個過程的觀念是否是他的一個 這個其中的一個遺產 這個就這個由各位自己來判斷 這個是有關於這個標題的部分 那麼在這一節裡面 這個關於這個表現的遺產與過程的觀念這一節裡面 那麼我們首先要談到的的是英國的這個哲學家Colinwood 那麼接著呢 我們要談到的呢 這是美國的哲學家Dewi 因為在他們的這個思想裡面 這個這個美學的思想裡面都非常重視表現 這個尤其是Dewi 他雖然是所謂的實用主義 其實他的整個哲學的思想 跟黑格爾是非常接近的 是非常接近的 在英美哲學裡面 他少見的跟黑格爾哲學這個特別的這個相近 特別的相近的地方 我以前的這個指導教授 他是研究黑格爾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也對這個Dewi做了一些研究 最主要一個原因就是他覺得Dewi實在是 在某些方面實在是太像黑格爾了 雖然Dewi完全不是一個什麼黑格爾主義者或者什麼 但是在很多方面他的那個說法 這個跟黑格爾很接近 那麼很有趣的就是我在 就是這學期我在台大參加了一個讀書會 是一個中國哲學的讀書會就是了 那我們這些搞西洋哲學在那邊讀那個中國哲學 其實大家都這個什麼半懂半不懂 但是就一大堆的這個意見 那個意見 那我們所讀的那本書 就是安樂哲所寫的書 有名的一個漢學家 很有趣的就是他認為 這個中國哲學跟Dewi非常接近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他認為這個Dewi是 跟中國哲學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那如果黑格爾像Dewi Dewi像中國哲學 那是不是黑格爾像中國哲學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是一件比較有趣的事情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先從Colin 5開始 因為Dewi的想法顯然比 這個Colin 5要來的更進一步 因為我覺得這個比較起來 Colin 5的想法比較天真一點 比較年輕一點 比較簡單一點 那麼Dewi他比較像黑格爾嘛 我說所以就比較什麼 就比較sophisticated 就比較老狐狸一點 比較成熟一點 這個想的比較複雜一點 又不像那個Colin 5那麼的 那麼的簡單的一種思考 這個是關於這個 那麼首先我們要談到的就是 黑格爾美學後來的一個發展 那麼在我們前面的第三節跟第二節 那裡面當然我們在第一節裡面就講到 整個19世紀的一個轉折 這些轉折都可以出現在這個黑格爾身上 但是呢 這個在他整個美學裡面 兩個影響最大的概念 一個大概就是表現 就等一下馬上就會談到 那麼另外一個則是媒介 這個媒介則是要到下一章才會提到 就是他對這個當代的兩個這個最大的影響 那麼在黑格爾的整個思想裡面 這個medium跟expiration這兩者 他是把它連結起來看的 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裡面 因為他所要表現的東西 他需要找到最適合的媒介 所以這兩者其實是互相結合在一起的 這是在黑格爾哲學裡面我們所看到的 那麼他在這裡面他就提到說 The link between medium and inspiration has proved critical for subsequent aesthetics 就是對於後來美學的發展 這個證明是非常重要的 這裡的critical並沒有任何批判或者否定的意思 純粹就是說它很重要 Although it has not always been properly appreciated 但是呢 他一直並沒有被這個正確的理解 沒有被正確的理解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Colin Wu 他在這個 這個 談這個表現的時候 你就發現 他所談的表現固然也是表現 但是跟黑格爾原來所表達的 就有相當大的一個距離了 那麼這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整個黑格爾哲學的體系 其實非常的龐大 那麼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早期對黑格爾的理解可能是很少的 或者說很少意思是說 其實很缺乏正確的理解 那麼即便開始有一些正確的理解 通常也從他主要的那個大不妥的著作開始下手 那個美學它是什麼 要等大不妥的著作都研究的差不多了 然後呢才開始什麼 有人開始做這個美學 那麼英俄他的那個美學的這個思想 這個相對之下 這個其實很難有一個被這個全盤的徹底的一個把握 那個所做的就是有關於他的這個美學所做的研究 一直也都不太多 那麼至少就他的美學的音譯本 到現在就仍然還是只有一個譯本 而且是很早的一個譯本 這個是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會看到就是他事實上沒有被什麼正確的欣賞 這是他所提到的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呢 則是expiration has not always been thought of as a social property the expression of an age 第二個就是有關於表現這件事情 它這個從來就是在後面的一個發展裡面 沒有被視為是一個社會的性質的東西 那麼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社會性的表現 而變成也就是一個時代的表現 這個是在黑格爾的這個美學裡面的一個重點 但是我們會看到的 因為這個在特別是在這個英美的發展 談的都是主要都是這個個人的表現 那麼繼續沉寂著這個作為一種社會的表現的這個看法的 其實反而是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傳統 而這個傳統從來不能夠算是這個英美的傳統 因為從馬克思主義一直到新馬克思主義 到這個所謂的普蘭克夫學派 我們所看到的阿多納、哈佛馬斯、賓亞民等等 那麼事實上他們就是他們事實上是沉寂著這個所謂的 social expression 的觀點 是沉寂著這個觀點 所以他這句話就是我所寫的這個第二點 他說has not always been thought of as a social poverty 我覺得他是講得太嚴重了 我是說這個大概是對英美而言是如此 但是在整個歐陸的傳統裡面 其實他事實上是在很多的這個後來的美學家那裡 他們事實上是可以理解到那是一個時代的表達 或者是一個文化的表達或者是什麼 那正是因為這樣 所以美學才會常常跟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 這個結合在一起來談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新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美學的傳統裡面 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OK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所以我們等於是什麼 就是看到這個希格爾在英美方面的遺產 在英美方面的遺產 那麼這個遺產就是事實上構成了這個藝術理論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那麼這個藝術的這個理論 因此在大概二十世紀初就有三個主要的流派 那麼一個就是把藝術理解為是模仿 這個是最早的傳統 就是從古代的希臘以來 一直都是把藝術理解為是模仿 那麼所以這個因為藝術是模仿 所以有的哲學家就會反對藝術 比如說柏拉圖 對不對 因為藝術只在做模仿這有什麼好說的 那麼相對的有些哲學家則是認為 這樣的一種模仿有它的意義 比如說亞里斯多德 但是不管他們是支持藝術或者是反對藝術 他們都是把藝術理解為是一種模仿 那麼這個模仿當然也可以是什麼 很狹窄的意義的像copy那樣的模仿 但是也可以是什麼 是一種意境方面的對不對 的模仿 那麼這個牽涉到什麼 他在要給他一個正面的意義或反面的意義 或者是他在理解這個模仿這個字的時候 這個怎麼去說 那麼這個是關於藝術的模仿理論 這樣的一個理論 或者說這樣的一種對藝術的看法 把藝術理解為是模仿 Art as imitation 大概在西方這個延續了兩千年以上的時間 就是變成一個非常傳統的觀念 那麼一直照當代 其實我們都還不乏看到有這樣的一種想法 就是把藝術理解為是一種模仿 當然這個模仿就可以做各種不一樣的詮釋就是 但不管怎麼樣 這個基本的一個字眼就是把它理解為是模仿 或者有時候用的是在線這個字 但是一個東西先做第一次的出現presentation 然後你做第二次的出現representation 事實上那個意義就跟模仿是相近的 是相近的 那麼這是第一個理論 那麼第二個理論這是意識的形式主義 這個藝術的形式主義的這個理論 就是藝術其實是一種形式 那麼這個是康德以來的傳統 我們在談到康德美學的時候 我們也已經講到這個 而且他也在某一些藝術上面有他的適用 對有他的適用 那麼在這裡我們接著要看到的就是這個藝術作為一種表現 那麼你可以看到藝術作為一種表現 絕對跟藝術作為一種模仿或者是藝術作為一種形式 有很大的不同對不對 因為表現絕對強調的是什麼 藝術家這個是絕對的對不對 因為他所表現出來的的是屬於藝術家內在的東西 然後把它給壓出來 那麼這個跟什麼 模仿是一個東西我畫它 這個東西是非常客觀的對不對 以及藝術是一種形式 這個形式是什麼 座落在藝術品上面 它呈現出某種的這個形式讓人感到愉悅 都沒有那麼的強調藝術家本身 可是藝術作為一種表現 就是這種藝術的表現理論 那麼是非常的強調藝術家的那個面向的 那麼在這個意義上 它事實上跟我們這種重視主體的這樣的一種時代 是相吻合的 相吻合的 那麼所以我們今天所要談到的這兩位英美的這個 這個哲學家 其實他們代表的真是這個表現的這樣的一個傳統 OK 那麼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但是雖然他的這個表現這個想法是來自於黑格爾 但是呢在這裡的使用卻是放到了個人的上面去了 那麼這個就是九十二頁這裡 九十二頁的這個下面 九十二頁下面這一段 那個第五行這裡他所要提到的 As the 19th century go on 就是十九世紀繼續的發展 因為黑格爾始於1831年 就是十九世紀30年代 那麼他過世了之後 十九世紀繼續的發展 那麼藝術開始什麼 Art took an expressionist turn 開始採取了一個這個表現主義的轉折 當然這個表現主義的轉折 這個你可以說這個早該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說整個近代 就是重視這個所謂的這個主體性 但是呢在美學 美學總是來得比任何什麼其他的東西都來得更晚 所以他其實一直拖到這個十九世紀 才有一個作為一種強調主體性的一個美學的理論 就是這個表現 那麼這個表現主義的這個轉折 在十九世紀的這個發展裡面 他提到 As individual liberty and desire became somatic in societies the concept of expression became more personal and individual 那麼我們看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這整個的時代已經什麼 開始都是強調個人了對不對 這個 individual liberty 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欲望 這個是更強調的 所以呢這些英美的哲學家們 把重點擺在個別的藝術家個人的身上 他們在談的是什麼 這個藝術家所要從事的表現 所以他在這裡面特別強調出 他變得非常的personal 變得非常的individual 那麼幾乎任何的一個作品 都要跟這個藝術家本身做一個結合 那麼在這一點上面跟黑格爾的這個美學 就有一個相當大的差異了 就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那麼這個真的是下面我們主要談到的 就是作為一個第三個流派的這個表現主義的這個美學 他跟黑格爾的一個有關係但是又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我們下面接著就來談談這個Colinwood Robin George Colinwood 那麼他是一個非常文青的哲學家 長得很帥 這個眼闊很深 這個然後呢成績很好 在牛津劍橋這樣的學校 這個讀書研究成為教授學者等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書裡面 那麼九十二頁的倒數第五行 那麼他說 One finds this in the work of R.G.Colinwood Writing in the oxbridge 什麼叫 oxbridge 就是 Oxford 加 Cambridge 這個是英文裡面的一個字 大概指都是牛津劍橋的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麼他這個Writing in the oxbridge of the 1920s 在這個二十世紀的二零年代的時候 and going so far as to claim that expression is art whenever it may be found whether in painting language or theory 那麼他要講什麼 藝術就是表現 藝術就是表現 我們在前面看到的模仿理論說藝術就是模仿對不對 那麼這個形式理論說藝術就是形式 對於這個Colinwood來講藝術就是表現 藝術不外是表現 但是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他所強調的表現是一個個人的表現 所以一個藝術家理論上如果照他的這種說法 應該是一個什麼 表現狂對不對 要強烈的表現的慾望 要把什麼東西都表現在這個外面讓別人看到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台灣有一本書就是這個Colinwood的藝術 他寫了很多各種不同的哲學的領域裡面的作品 所以他不單單是美學家 他也是個歷史哲學家 這個形上學知識論各方面都有他的這個 他都有著作 都有著作 文青型的人都是那種全能型的 這個什麼都可以談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跟專家 文青跟專家這個是我覺得是很不一樣的類型 那麼他的這個藝術的作品 就是有關於美學方面的作品 就是這個書叫The Principles of Art 那麼這個台灣的麥田出了這本書叫柯林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網路上找都是 那個圖片都非常小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放大看起來就很模糊 我找不到大的圖片 那這是麥田出的一本書 書名叫柯林屋 其實裡面只講他的The Principles of Art 而且其實就是他的 你可以說這本書的summary 就是按照他的這個章節簡單的介紹了他 因為這本書非常的薄 我一說這本叫柯林屋的這個麥田出的這個都非常的薄 那個是你睡覺前躺在床上一不小心就把它看完了的 這麼薄的一本書 那麼裡面其實就是只講他的這個The Principles of Art 這本書 那翻譯的是我們台大哲言所的一個學長 他所翻譯的 因為這套書麥田出的這一套哲學家系列的書 都是我們台大哲言所的 絕大部分是我們台大哲言所的研究生意的 OK 那麼這個柯林屋的一個表現的理論 那麼其實蠻簡單的 我剛剛說他的東西並不難不複雜 像後面的那個Dewey會比較複雜 那麼首先他就是說藝術就是個人的表現 那expression這個字可以翻成表現也可以翻成表達 在某些時候我覺得在柯林屋的使用裡面 有時候可能翻成表達會比表現合適 在Hager那裡大概一定要翻成表現 但是在柯林屋那裡 因為他說藝術就像語言一樣對不對 語言就是要用來表達的對不對 就像這個是柯林屋的一個看法 可是在英文就是expression 所以如果說你這裡翻成表達 然後Hager那邊翻成表現 人家搞不好會以為這是不同的字 那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只是加個瓜糊 寫說這個意思比較像是表達 所以事實上他在很多方面 他把藝術跟語言是等同的 就是我有一些東西我說不出來 我就透過肢體或者我透過我所創作的音樂 或者我透過我所雕塑的一個什麼樣的模型 或者什麼去傳達出我所要表達的東西來 不見得是用語言 藝術其實跟語言沒有什麼兩樣 那麼只有一個地方 藝術比較特別 語言固然可以表現感情 可是語言在表現感情上面 其實都是非概念性的對不對 比如說你生氣的時候你就大吼一聲 那或者你這個什麼難過的時候 你就講一些比較這個難過的 但是不見得有什麼太多的這個概念意義在裡面的東西 這個是語言對不對 就是語言其實最多的不在表達感情 語言比較多的的是在傳達意義 像老師在講課對不對 老師在講課通常沒有什麼太多的感情對不對 對 那麼他主要傳達的是那個論述性的這個意義 但是對科林伍來講他藝術是感情的表現 這一點他是非常堅持的 那麼也許就在這個地方他跟語言 就是雖然他跟語言同類 可是他們所擅長表達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個關於他的這樣的一個看法 各位可以在這個93頁 93頁上面的這一段 就看到他在這裡面所強調的的 這個有關於這個藝術是一種表現的一個看法 那麼這個從92頁的倒數第二行這裡開始 他說Colinwood writes as a remarkable idea that art is language 對不對 Art is language 這是他很有名的話 玉術就是語言 Because for him the work of art is a vehicle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inner expression 對不對 這個藝術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是要什麼 是要做溝通的 那你語言也是在做溝通的對不對 所以他是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inner expression and this is in effect language 而這是做溝通其實就是語言嘛對不對 其實就是語言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各位可以理解 然後如果藝術就只是像語言那樣 就只是為了要表達這樣子的話 他說This is an idea not worth unpacking here except in one respect 他說像這樣的一種想法 不值得去做任何的分析 太簡單了對不對 他說除了另一 就是藝術的一個理論 開始有一些比較新的一些觀點可以說 那麼這個就是從這個93頁的這個第三行這邊開始 With the soul that a work of art is a vehicle for inspiration comes the idea that it is a particular kind of action OK 它是一個表現或表達的一個工具 但是是一個特殊的表現或表達的工具 什麼呢 in which the artist or the maker 就是藝術家或者創作者 in which the artist maker works through his or her inner emotional states 這個大概就是他所謂的 particular kind 那個特殊的地方 也就是說 他是要把一個內在的感情的狀態 他是要把那個內在感情的狀態給做出來 做到他的這個藝術的作品上面去了 那麼後面他提到 他說其實如果從這方面來談的話 那麼這個跟整個19世紀的一個這個心理學的傾向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他說 this thought congruent with the birth of psychoanalysis 因為19世紀這個很重要的幾個影響20世紀的人 包括了什麼佛洛伊德然後達爾文這個馬克斯等等 那麼這裡面這個佛洛伊德的這個心理分析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樣 對不對 因為剛剛我們在講到那個這個藝術作為一種這個表達 作為一種像語言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他其實不但提到語言而且也提到了什麼 提到了這個治療 對不對 心理分析裡面也有一種治療 那麼現在在繪畫裡面也有一種藝術治療 這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藝術治療 音樂治療 以及各種的用各種表演的方式所從事的治療 那麼所以他跟什麼這個心理方面就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他提到他說這跟當時就是19世紀開始 這個心理分析的風行 因為心理分析一定致力在什麼 個人 對不對 那個你去做心理治療一定什麼 一對一 對不對 一定是做個人 那個很少心理學家說我要治療這整個時代 我要治療這整個社會 對 我跟你講這不會是心理分析這個心理學家做的 這個大概是哲學家做的 那所以他一旦他把這個所謂的表現擺在這個個人上面 他跟心理學就有一個相當這個密切的關係了 所以他說他 congruent with the verse of psychoanalysis and its emphasis on human integrity and human expression 強調什麼 強調人的內在 因為現在就是說你要表現 所以我一直要問的就是什麼 就是你到底內心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這個是為什麼他跟心理學有很強烈的關聯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所以強調在human interiority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這是human expression 這個內在的東西如何讓他表現出來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那個心理治療也是這樣 你如何讓那個內心的東西呈現出來 弗洛伊德最關心的不就是這件事情嗎 對不對 因為他一直要知道是什麼 你的潛意識是什麼 而你的潛意識絕對不會是什麼 是你嘴巴說出來的話 因為那些嘴巴說出來的話都是意識裡的 對不對 所以他總是要什麼 藉由各種方式去捕捉你那個潛在的潛意識 你那個interiority裡面有的東西 那是什麼 夢 對不對 你就告訴我你做了什麼夢 然後我去分析你那個夢 而了解到你的內在是什麼 因為連做夢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我怎麼會做這麼奇怪的夢 或者諸如此類的 那麼不是用你意識控制的東西 對佛洛伊德來講 不是由你意識所控制的東西 那才是由你的潛意識控制的 那麼 而這個很大的一部分就表現在夢裡面 那麼另外呢佛洛伊德還強調什麼 就是一些什麼叫做說溜了嘴這種東西 對 因為你正常的嘴巴講出來的 那個是你的意識操控的 說溜了嘴是什麼 是我意識根本沒有要講這種東西 我卻不知道為什麼把這個東西講出來了 那麼這顯示什麼 你潛意識一定是這樣想 對不對 那因為一個人他的整個身體 在一般的情況下是由意識控制者 可是呢有時候會不由自主的被潛意識帶過去 對不對 那麼如果徹底的完全被潛意識帶過去 他可能就變得像魔鬼一樣 對不對 他已經無法操控他自己的身體了 因為變成有另外一個潛意識在操控 他甚至可能形成雙重人格 三重人格等等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 這個 現在我們在這種個人的一種表現理論 他非常重視的正是什麼 這種個人的一個內在性 所以他跟心理學的那個連結 這個 會非常緊密 這個是 這個可以了解的 是可以了解的 那麼 所以他會強調這個 human interiority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要如何把這個內在的東西給表現出來 展現出來 對不對 這個也是佛羅伊德不斷的在催眠啊什麼 就是讓你那個內在的東西要表現出來 這樣子醫師才能夠什麼 看到你那個潛意識裡面 你到底是要什麼想要什麼 有什麼慾望 或者有什麼這個欲求不能夠滿足 或者諸如此類的 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 這裡面 這個 他的這種個人的表現理論裡面所謂強調的 就是這個 human interiority 以及human expression yeah 這是remains of interest 就是感興趣的東西 for the arts of the 20th century have at times emphasized exactly that the bringing to pen, sculpture, music, even architecture of human feelings 這裡又出現了 所以我說他是感情 可是前面是emotional state 這裡是human feeling 可是這些字眼都是什麼 都是跟感情有關 但是感情這個字眼 有很多的字 在中文裡面其實也一樣對不對 甚至感情有時候情感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不同 那麼 而他在這裡面提到就是什麼 這個human feeling 因為in need of acknowledgement 因為需要被承認 需要被人家所認識 所以他就為什麼 呈現在繪畫、雕刻、音樂、建築等等這上面 那麼這個正是什麼 這個所謂的表現理論所關心的的東西 那麼這讓整個美學在二十世紀 有一陣子其實很風行的就是所謂的文藝心理學 或者藝術心理學等等 你可以說我們中文學界 那個早期做美學的幾乎都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幾乎都寫過這一類的著作 尤其是早期中文學界最早的就是寫那個譚美的 朱光潛 那個朱光潛對不對 他最早的一本這個書叫變態心理學 但是你不要以為那裡面寫得很變態 其實他談的這個東西跟這個就是特殊的 其實只是一種特殊的心理學 只是特殊的心理學 然後之後他也就包括很有名的文藝心理學等等 就是這一類的作品 這個大概中文學界最早的美學的著作 大概都受到這個蜂巢的這個影響 這個是我們所看到的 那麼下面他就提到 他說The artist is sometimes seen as a person alone 這個藝術家被視為什麼 就是單單他自己一個人 Whose alienation and despair require confirmation through intimacy 他的異化就是他的這個生活上的一些這個不順遂 然後他的沮喪或者絕望需要什麼 需要經由一種親密性得到這個肯認對不對 這個非常的可憐 這個可憐的文青 這個文青就是這樣對不對 他需要人家從他那邊看到 他是這麼的這麼的什麼 這個可憐 然後需要安慰 這個需要慈母或者需要什麼 那麼在十九二十世紀 你其實常常看到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他這裡用有一種有一點這個嘲諷性的話 他說 Whose Dostoyevskyan soul 杜斯托耶夫斯基式的靈魂 那種憂鬱的靈魂對不對 那種憂鬱的靈魂 你不是讓他自己在那邊憂鬱就好 你要去安慰他的 他的這個杜斯托耶夫斯基式的靈魂 needs plumbing and whose inner states demand outward expression 對不對 需要人們去這個探測 然後他的那個內在的狀態 要求要有一個向外的一個表現 向外的表現 這個就構成了這個二十世紀當時的一個蜂巢 包括我自己在學生時代 那個時候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我們這種 那種文青式的那種大學生對不對 穿著拉拉塌塌的 但是然後臉永遠都是很憂鬱的 從來不會看到有笑容的等等 可惜那時候都很少得到虎味 只能夠什麼這個憂鬱 就憂鬱下去到有一天他終於放棄 算了我不當文青了 大概只能這樣 那麼這個是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這個表現理論 這個所呈現的一個樣貌 這個樣貌我必須說 跟黑格爾實在是差別很大 事實上是差別很大 因為他最主要就是因為他整個的擺到個人來了 因而就完全的心理學化了 可是你不會在黑格爾的這個哲學裡面看到這種 太心理學性的的一個說法 OK 那麼現在就是在這個Callingwood的思想裡面 它其實就是一個就是這個表現 那這個表現差不多就是這樣 最主要就是強調的就是它是個人的感情的表現 那麼現在要把它跟這個所謂的過程的觀念結合起來 那麼這個過程的觀念就在93頁的中間這一段 93頁的中間這一段 那麼這裡他就談到了這個process 他說 the fascinating colorway or calling with idea is that art is process not product 他要講什麼 藝術是表現 可是是這個表現的過程 而不是這個表現的產物 而不是這個表現的產物 那麼接著他說 the viewer 這個觀看的人 欣賞者 了解嗎 欣賞者 觀看的人怎麼樣呢 recapitulates recapitulates 這個字就是我們之前在講到那個這個古典音樂 它的那個奏鳴曲式 城市部 發展部 在線部的在線 對不對 那麼這個觀看者呢 在線的 藝術的 藝術家的一個表現的行為 藝術家在創作 那麼他現在呢 他的觀點是這樣 當你在欣賞他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呢 你不是只是看到那個東西 而是你呢 就經歷了他的整個的一個創作的過程 這個是他 就是Coling Wu 一個比較有心意的地方 有心意的地方 就是 他談到這個 就是他說他這個 recapitulates the artist's act of expression within his or her own imagination 他是透過想像力 所以看著一個作品 你不是單單看著一個作品 而是你彷彿在經歷了一個藝術創作的過程那樣的 然後你是經由你的想像力 所以這裡面他在談到這個觀看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in experience in the work 就是你在經驗這個作品的時候 你會什麼 會出現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那個創作的過程 創作的過程 那麼這個當然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非常心理性的一個情況 但是一方面他很心理性 然後他很個人性 而這點跟黑格爾是非常不相像的 對不對 但是會跟誰相像呢 跟康德相像 因為康德的整個美學也是擺在個人上面 也是擺在個人上面 然後康德會談到什麼 就是在這裡面 譬如說為什麼會產生審美的愉悅 對不對 這個審美的愉悅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這個想像力 知性 他們的就是這些認知能力觀能的遊戲以及等等 那麼Colinwood在做這種比較個人 與心理性的描述的時候 你就發現這其實就變成趨近康德了 所以雖然是從黑格爾來的遺產 但是因為他把它變成是一種個人的東西 所以在這方面反而跟康德是有所連結的 所以他下面他就這樣說 他說Indeed the true work in this free play of imagination through which the viewer expresses the same emotion as the artist 他說在這裡面這個想像力很重要 因為想像力讓你什麼 讓你產生了跟藝術家相同的感情 對不對 然後所以他就說Colinwood is Kant turned psychoanalysis 他說Colinwood其實如果把它說穿了 他事實上就是康德 康德怎麼樣呢 變成了一個心理分析師 變成心理分析師的康德就是Colinwood 在這方面來講他反而跟康德是比較接近的 是比較接近的 因為他擺在的是一個對個人的一個主體內在 那個心理狀況的這個分析上面 分析上面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面所看到他的一個區域 所以在下面他這一段基本上他就把這個Colinwood跟康德做了一些比較 我們來看看這個比較 首先他談到他們的相同之處 然後接著他談到他們的這個相意之處 對不起我這一頁的那個同意 那個意應該還是同 因為下一頁那個才是真的意 OK 那麼首先他講到 Neither trust the physical art object as the center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but rather the free play of imagination that takes place around it 那麼換句話說他們都不重視客體對不對 都不重視那個物質的藝術對象 來作為審美經驗的中心 他們在乎的都是主體 也就是說藝術的這個東西 這個藝術作品 其實都不是他們把重點擺在這個作品上面 他們都什麼 藝術家他內在有些什麼東西 是有他的內心的狀態才讓他創作出了這個藝術作品 而當一個欣賞者去欣賞這個藝術作品的時候 重點其實也不在這個藝術作品 而是在那裡他感受到那個藝術家的感情對不對 所以重點事實上是在人上面 不管Colinwood 或者是康德 其實他們都擺在主體 擺在人 而不那麼多的擺在藝術作品上面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相同的地方 這個是書裡面就是中間這一段 這個倒數第八行所寫的 然後再倒數第三行 就是我寫在下面那個 其實也是一樣的他們的相同之處 他說for both 對於兩個人來講 the real aesthetic experience is an act taking place within the twined souls of artists and audience rather than on the page of the book or in the frame of the painting 那麼這裡the page of the book或者是the frame of the painting 前面指的是文學或者詩對不對 後面指的是繪畫 那麼他要講的是說都不是 那個藝術的經驗重點都不在這個藝術作品上面 不是在這本詩集上面 這本書上面或者是這個畫的畫框上面都不是 而是什麼呢 而是一個行為 他這個行為這個發生在那個靈魂 藝術家的那個糾結的靈魂裡 或者是當一個觀看者他在看的時候 他也感受到這個靈魂的感情 這個靈魂的激動 這個靈魂的什麼 那麼所以他也一樣的就讓他也變成是一個糾結的靈魂 那麼所以重點其實都是擺在這上面 這個是這兩句話其實談的東西差不多類似 差不多類似 那麼這個在整個20世紀那個昏暗的年代 那麼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很多那樣的糾結的靈魂 那麼觀看者其實也都可以感受到那樣的一種靈魂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他們相同的地方 那麼他們相異的地方 則是在這兩句話中間的一句話 那麼他說 For Kant The physical object is simply an occasion 這個對於康德來講 那個所謂的這個物質性的東西 也就是藝術的作品 它只是個機緣 只是個occasion 這個機緣是什麼 因為它讓你產生什麼 我們之前講到的你感性的遊戲 對不對 所以康德重點擺在主體上面 那麼這個藝術作品其實只是個occasion而已 因為在那裡康德要強調就是說不是因果關係 不是它是因你是果讓你產生這個東西 它最多只是一種催化劑 只是一個機緣 所以重點不在它 因為如果是因果關係 那它很重要 可是對康德來講 重點不在它 而在於我們的這個判斷力的這樣的一種審美的結構的一個特點上面 這個是康德 所以對他來講這個physical object 是個occasion 或collingwood a kind of roadmap 他說只是對於collingwood來講 則是一種地圖 道路地圖 那麼這個道路地圖做什麼呢 directing the viewer to the same or similar experience as the artist had while making it 那麼就是這個作品它提供的是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讓我知道這個創作者的心路歷程 讓我看到他的心路歷程 所以我正是看著這個作品 然後我用我的想像力 而彷彿經歷了一個這個創作者 所曾經經歷過的那樣的一段心路歷程 即便不是完全相同的 那麼至少也是 他那個瓜胡裡面說or similar 對不對 也是相似的 相似的那樣的一個過程 因而能夠讓我感同身受 有這樣的一種經驗 有這樣的一種經驗 這個是collingwood他把這個前面 我們前面一段所看到的那個表現理論跟這裡 這個所謂的過程 所做的一個連結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連結裡面 所以事實上看一個藝術作品就是去認識那位藝術家 其實就是認識那位藝術家 那麼你可以看到所以如果前面只是說 藝術作品只是像語言一樣 他只是在表達 那就沒有什麼 可是加上了這些進一步的這個論述 這個collingwood的東西就有一些東西可以談了 而且事實上也會在我們的審美的經驗裡面 你也會覺得說這個事實上有某些道理在 或者是有一些你所經歷過的東西是很類似的 這個是collingwood他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觀點 就是三頁的第三段這裡他繼續強調這個有關於這個過程這件事情 那麼在這件事情裡面他談到在那個第三段的第五行 他說the view turns art into an active gesture 他說這樣的一種觀點讓藝術作品就採取了一個主動的 或者是積極的這個態度了 那麼emphasizing work above all else會特別的強調work 那麼所以我會覺得這個work不太適合翻譯成作品 因為如果我是強調作品 那你不是比較重視客觀的面向而不是主觀的面向嗎 這裡的work我覺得比較像是一個工作 就是在後面他提到的這個labor 勞動 就是我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彷彿我也在經歷的這個藝術家在創作這個東西時候 所經歷的那個勞動 所以這個work不是一個最後的成品 而是一個過程 是一個過程就是你在理解這個work的時候要注意 他特別的把這個work給用引號這個引起來 那麼這裡的work也許不要把它理解為是作品 而是強調那個工作本身 那麼下面他就是要去說明這一點 他說art is a kind of labor 他說藝術其實就是一種勞動 這個就很明顯了對不對 藝術是一種勞動 這是表示什麼 藝術是一個創作的過程 而不是一個現實的成品 那麼這個過程在這個勞動裡 a labor of the imagination with materials and forms 他說這個勞動是想像力的勞動 這個想像力的勞動需要什麼 需要材料 然後需要形式 因為你有某種感情對不對 你要把這個感情表現出來 一定要透過你的勞動 那麼這個勞動是加諸在外在的資料上面賦予它形式 所以他會說是 a labor of the imagination with materials and forms 這個可以理解對不對 然後接著 a gesture of investing them with traces of one's own spirit 那麼你要把你自己的精神 插入到這些資料跟形式裡面去 讓人們透過這個資料跟形式而感受到這個創作的人 他在這個資料跟形式的呈現的東西上面 感受到他的那樣的一種感情 這個是他要說的 and forcing them into patterns of conclusion 使得他們這些資料跟形式 強迫他們變成了你所要得到的結論的一個形態 那麼當我們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們就會感受到那個藝術家 他是怎麼的在創作這個東西 他是怎麼的把他的感情 這個投入到這些材料上面去 以至於形成了這樣的一個藝術作品 這個是這裡面 這個過程的觀念裡面所要說的 好 那麼一個藝術作品完成了 這個Colinwood還不滿足 他還要談什麼 從欣賞的那個方式來說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Colinwood這個整套的理論 是某種程度上 某種至少在形式上相當完整 就是他討論到藝術家 他討論到藝術的作品 雖然相對之下 藝術作品本身沒有那麼的被重視 但是他討論到藝術作品 然後他最後討論到欣賞觀賞者 這些都被他討論到 因為在藝術的形式理論或者是模仿理論那裡 其實那些討論沒有這麼的全面 但是Colinwood他面面俱到都討論到了 他下面接著談到的就是有關於欣賞的角度 他說and for the modern audience 對於現代的觀眾或者讀者來講 to grasp the work 要去掌握一個作品 is for that audience to submit to a similar labor 所以你要去觀賞它 你得把自己交出去 到一個相同的勞動上面去 所以對於這個Colinwood來講 欣賞從來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因為你呢事實上是藉由這個媒介 這個媒介也就是這個藝術作品 你呢進入到那個藝術家 他創作他的那個勞動裡面去了 你說這樣你才會什麼 感受到他的靈魂 感受到他的熱情 感受到他怎麼去雕琢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什麼 submit to a similar labor call in a labor of work or of love 那麼你可以把這樣的一個勞動稱之為 是一個工作的勞動 或者甚至他認為是個愛的勞動 愛的勞動 愛也是文青很喜歡的一個字眼對不對 depending 就看你怎麼去稱呼他了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上所講到的 所以他談到這個欣賞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大致上大概就是Colinwood 他的書其實很厚的 但是他的這個思想我覺得不難把握 大致上他就是認為這個就是藝術 就是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麼在這裡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這個有關於藝術的創作 有幾個地方可以談的 這個是在這個93頁這個最下面 一直到94頁這一段裡面他談到 他說to express an emotion in a work of art the work is for Kolinwood to work it through 所以呢要表現 在一個藝術作品裡面要表現感情 就對Kolinwood來講 什麼是表現感情呢 就是對他的work it through 就是做下去 就是那個過程做 做過去一直做下去 這個就是那個表現 這個表現 所以對他來講 這個表現其實是一個動態 藝術是個動態 因為藝術就是表現 所以藝術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藝術的創作 所以你可以說在那裡面 創作者對他來講當然是最重要的 可是他不是一個什麼 只是一個個人 其實他主要的就是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創作的過程 而人們所認識到的 事實上也就是他所經歷到的這樣的一個創作的過程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創作的過程裡面 他的那個憂鬱的內在的那個情感 得到了某種抒發 對不對 對佛洛伊德來講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如果知道心理分析對不對 佛洛伊德其實沒有跟你什麼很好的治療 對他來講你能夠把內在那個你自己都什麼 都無從之道的那個東西表達出來 那個對他來講那就差不多了 就是他的那個這個心理分析其實就是要做的就是這樣 把那個你在乎的東西不敢講出來的 你終於講出來了 你只是把它講出來 差不多就等於是解決這個問題了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現在的那個醫學系做那個心理治療的 沒有一個人是走佛洛伊德路線的對不對 一定是什麼 跟你吃藥 那個吃藥改變你的那個腦筋 或者是你的這個分泌或者什麼東西 你看過哪一個醫學系的這個畢業的醫生說 我來聽一聽你的夢 然後我來分析你的夢 我跟你講要分析夢 哲學系的比這個醫學系的一定還會分析 那麼所以這個表現其實有一個相當的治療性 就是當我能夠把一個內在的東西我不再隱藏著 我把它給抒發出來 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麼所以這個讓我們聯想到亞里斯多德 那麼93頁到94頁的這句話 他就要談到他說 阿里斯多德說 Tragic drama Tragic drama其實就是 tragedy 就是悲劇 他說 Tragic drama an act of purgation 他說悲劇是一種什麼 洗笛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以前上美學的那個課 不是當代美學 我說美學那個課裡面 在談希臘的時候 他就提到過的對不對 說這個亞里斯多德所使用的這個takasis 這個字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意涵在對不對 是一種昇華 一種清洗 或者是一種這個排除還是一種什麼 就是亞里斯多德用這個字眼 這個引起了很多不同的美學家的討論 但我們現在先不管它了 就是大致上它就是某種purgation 一種清洗一種純化一種什麼 就是亞里斯多德曾經認為悲劇具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問藝術有什麼用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幾乎都會問的 藝術有什麼用 我去看一齣悲劇對不對 第一個我要花錢對不對 第二個我要花時間 期末考要到的我都沒時間讀書了對不對 我要花時間 然後最後我去看 結果太可憐了我還哭了對不對 那你說我到底賺到什麼 你好像聽起來你都是聊到對不對 你聊了錢聊了時間 聊了你的眼淚等等 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利得 那如果一個商人是很會計算的對不對 他說我幹嘛去欣賞藝術對不對 怎麼算都不划算 我去的都是損失對不對 可是亞里斯多德在那裡面他告訴你 這個悲劇帶給人這種purgation 而這個事實上是他最大的一個 這個收穫 所以這是為什麼 每學家們常常都要問 就是他所講的這個東西究竟是什麼 為什麼他反而讓你達到了某種的 某個意義上的滿足 讓你覺得我花這個錢是值得的 我花這個時間是值得的 對不對我流這些眼淚是值得的以及等等 那麼 但現在不管怎麼樣 我們說如果亞里斯多德認為 悲劇是就有這樣的一個作用 那麼他現在說 Colinwood thinks all are a progression 他說不是只有悲劇 其實一切的藝術都有這樣的一種purgation 因為他讓你得到了表現 表達 得到了 sufa purgation through which fire is transmuted to gold and in the wake of which we can live without insuperable burden 這個是在這方面他又跟亞里斯多德又有一些相近之處了 就是透過這個所謂的這樣的一個purgation 他認為這個藝術讓我們看到火煉出了金了 煉出了這個金子來了 轉變成為金 然後呢 這個什麼 我們在看完了一個藝術的作品之後 然後呢 在蘇醒過來 在脫離了這個藝術作品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什麼 你居然覺得你的生命的負荷 你的壓力 你的壓抑 你的痛苦 得到了某種的解除了 得到了某種解除了 那麼這個正是什麼 就作為一種表現 是具有的功用 對不對 那麼這方面呢 當然是什麼 也跟心理學 心理學因此會討論到為什麼有藝術治療 為什麼他能夠達到治療的這個效果 等等這一類的想法 那麼這個是關於這整個藝術的過程裡面 這個很多跟心理學的結合 關聯在一起 就作為這種表現理論 所具有的 那麼另外在談到這個藝術的欣賞方面 在那個94頁 94頁的第三行 他提到 A work of art lives in history through each person's history of its dream making 那麼這裡講到歷史 不過他談到的事實上是這樣 他說一個藝術作品 他如何能夠在歷史裡面一直的活下去呢 他說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這是一個藝術其實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對不對 藝術這個動態的過程 不是只是一個東西 一個現實的東西 所以他的work 不是那個作品 而是那個創作的那個工作 對不對 那麼這個 所以一個藝術作品之所以能夠一直活下去 它是什麼呢 through each person's history of its dream making 是因為每個人重新的去看藝術 然後他重新的去走過那藝術家所要表現的東西 他感受到那個藝術作品所呈現出來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這個藝術作品才可以什麼 一直的活下去 因為後代的人 當他在重新的面對這個藝術作品的時候 他感受到那個藝術的創作裡面的那個熱情 那個要去抒發的東西 然後他們他怎麼樣的在這個材質上面 這個被這個透過資料與形式而被這個塑造出來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面所看到的 就是這個有關於藝術的欣賞 and so re-enactment 所以任何的一個藝術欣賞 你看他說re-making 然後re-enactment allows for knowledge of self and other 那這裡面都牽涉到什麼 一種知識 一個是對我自己的知識 一個是對對方的知識 The sharing of feelings in every case worked through 當你在跟一個好朋友聊天的時候 對不對? 甚至你在對他吐苦水 把你的感情這個講給他聽 那麼他能夠理解你 因為他是你的朋友 對不對? 他對你有相當的這個了解的時候 這裡面都牽涉到一個什麼? 自我的了解以及對對方的了解在內 那麼同樣的在一個對藝術作品的欣賞的過程裡面 因為你要去理解那個創作者 對不對? 但是在另一方面你也什麼? 有一個對自身的了解 只有透過這兩者才能夠什麼? 同他分享 同這個可能是千古之前的 某個時代的一個創作者 我跟他分享到這個相同的感情 分享到這個相同的感情 所以他下面又接著講到 這個就是九十四頁上面這段的最後兩行 The audience is transformed into active artist 他說 所以一個觀賞者 他最終在欣賞的時候 最終他成為一個主動的藝術家 成為一個主動的藝術家 working through their own similar emotion 以一種跟他相同的感情 他也重新的去創作了一次 這個是在欣賞的這個層面裡面所談到的 這個大致上就是Colinwood的理論說完了 那麼OK說完了之後 這裡還有一個還有一句話 就是這一樣的是在上九十四頁的這個上面那一段 那裡面談到的Colinwood的歷史觀 Colinwood很有名的是他的歷史哲學 那麼這裡面他提到說歷史是什麼? 這個在九十四頁的第六行 Colinwood's vision of history is similarly that of reenactment 歷史就是什麼?就是再建立對不對? 因為你在看一個藝術作品的時候 他在那邊創作 你其實什麼? 你其實也變成了一個創作者 也變成一個主動者 也變成一個主動者 而不是什麼?我只是一個被動的欣賞者 不是的 你把你的精神投入到這個藝術品 所以你也跟他經歷了相同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歷史他說就是一個重建這樣的一個過程 to know the medieval age 他說所以你要知道中世紀 is to know its mind 就是你要去認識中世紀的心靈 中世紀的人在想些什麼? 那你才能夠什麼?理解中世紀對不對? and that is to reenact its course of action 那麼你要了解他們的心靈 事實上就是什麼? 就是去重新的去進行他們的行動的過程 就跟著去進行一次 from motivation to intention to effect 這個整個過程從什麼? 從一個行動的動機開始 然後意圖 然後到最後這個行動的結果 你都重新的跟他走一遍 然後你才能夠什麼? 才能夠去理解他 才能夠了解他 所以to know another soul you to make art of their art 所以要去了解另外一個人的靈魂 就是要把這個藝術變成是這個他自己的藝術 因而sus sharing their spirit 因而能夠分享到這個他的精神 分享到他的精神 這個大概就是這個Colinwood的這個整個的說法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他的這個說法其實有他這個令人感動的一方面 但是我們還是要用很哲學的理性的方式來顯示他 那麼從這個94頁的中間這段開始一直到95頁 那麼再來就是對Colinwood的批評了 我們大概就了解到Colinwood是這樣 那麼我們來看看對Colinwood的批評 那麼這個批評我覺得主要的兩個 一個就是有關於過程觀念 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過程觀念的批評 這個批評主要的是在94頁的中間這一段 那麼另外一個呢則是對於他所謂的這個表現 這個他所謂的這個表現的一個批評 那麼在這個表現這個批評上面 他把它做跟康德跟黑格都做了比較 然後認為這個Colinwood比起康德跟黑格來 這個遠訊於他們 遠訊於他們 那麼就是他所謂的這個表現 這個太簡單太簡化了 那麼然後在前面有關於對於他的這個過程觀念的這個批評 只有一段是比較簡單的 那麼這個觀點基本上就是在那個第二中間 94頁中間那一段的第二行他說 to know an emotion in art is not necessary to feel it 那麼所以他區別是to know跟to feel 可是如果你去看他裡面的內容 他其實要說的是說欣賞的過程呢 並不等於創作的過程 Colinwood把它完全理解為說 你的欣賞就是什麼 要經歷一個再創作對不對 他不斷地用re什麼什麼去敘述它 然後他現在就什麼 開始用一種分析的方式告訴你說 不這兩者其實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Brams的音樂作品 然後另外一個呢 則是這個Stinbergberg的戲劇作品 他說你在看這些作品欣賞這些作品的時候 你並不是你並不是什麼 並不是完全徹底的經歷它 你會知道它是怎樣 那是知道 可是不是你變成像它那樣的去感受到那樣的一種感情或什麼 他要做的是他覺得這兩者之間其實是有所區別的 這個上個星期我們最後是對這個Colinwood 這個有關於他的這個美學 這個做了一個介紹 那麼這個介紹呢在兩方面 一方面呢是有關於他所謂的這個表現 那麼不同於黑格的表現是一種個人的表現 那麼在另一方面呢則是有關於這個所謂的過程 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麼這個過程的觀念呢 最主要的事實上是擺在欣賞者 那麼他本身在看一個藝術作品的時候 經歷了一個幾乎跟創作者相同的過程 經歷了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個是在他的這個藝術理論裡面的一個思想 那麼關於對Colinwood美學的批評 那麼主要的也是兩方面 這兩方面呢一個就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是對過程觀念的批評 那麼另外一個呢則是對於他所謂的這個表現的批評 表現本身的批評 這是這個批評 這個我們要談到的兩點 那麼有關於這個對於這個過程的批評 那麼是在我們書裡面94頁的這個中間的這一段 那麼對表現的批評呢則是94到95頁的這一段 那麼95頁之後這個繼續的談到一些 跟表現相關的概念 然後從而導引到另外一位這個美學家 這個杜威他的這個理論 好 那麼我們回到這個對過程觀念的批評 也就是這個94頁的地方 那麼他在這個批評的一開頭 他是這樣寫的他說 to know an emotion 這是在這一段的第二行 to know an emotion in art 那麼光華福他說 甚至呢 in all life 就是不管是藝術也好 這個生命也好 他說知道一個感情 is not necessary to feel it 並不是去感覺它 就知道是一件事情 那麼你也感受到那些東西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呢對康林武來講 他把它講得像是同樣的一件事 意思是說你在欣賞一個作品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作品裡面是含有這樣的感情的對不對 但是你也感受到相同的痛苦 這個就未免好像太過度了一點 那他現在要講的是說這其實是兩件事 但是你如果從他的這個論述他要講的就是說 欣賞的過程跟創作的過程 並不是完全等同的 並不是完全等同的 一個欣賞者他在觀看這個作品的時候 他並不是像創作者一樣 創作者感受到什麼 他也都感受到什麼 他其實是什麼 知道創作者的這種感受 換句話說這個欣賞者 他有一個至少有一個差別 這個差別就像是某種厚色的這個角度 或者是一個反思的角度 他在這個創作的作品上面 瞭解到這個創作者所要表現的東西 所要表現的東西或者這個創作者的感情 那麼他所瞭解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從反省而來的 或者是從一個後攝的方式去理解到他的 而並不是他自己完全跟他一模一樣的 在感受著這件事情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表達的一件事情 那麼要說明這個論點 所以他就舉了兩個例子 那麼一個例子是這個Brams 這個我們在之前講到這個西方的音樂家說有這個3B 對不對 那麼就是Batophon跟Brams 那麼他這裡就舉Brams的這個例子 Brams的作品很具有秋天的味道 有一種瀟澀一種悲涼 或者一種什麼這樣的感覺 我們哲學系退休的陳文團老師 他最喜歡的這個作品 這個音樂的作品就是布拉姆斯 他有時候跟我一樣 就是晚上待很晚在這個研究室 那麼那時候他就會把那個音響開得很大聲 你就會聽到布拉姆斯 這個第四號交響曲等等 就是他就會享受 整個人就完全沉浸在那個Brams的音樂當中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他也描述了這個布拉姆斯的音樂 在這一段的這個第三行 對不對 他說When I find Brahms music said 我們聽到他的那個音樂 那樣的一種感受 Yes, it calls for some sadness 他說的確啦 你聽 因為你聽到他的音樂是如此的said 所以你大概也會什麼 讓你這個感受到些許的這個sadness 大概也有 他說為什麼 因為I am tinged with melancholy as often as not 那麼這個什麼 就沾染到那樣的一種憂鬱 但是呢有或者是沒有 事實上可能是不一定 他說But I also feel empathy for what I find within it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你並不是什麼整個人完全跟布拉姆斯一樣 他說事實上你會感覺到某種empathy 對 我們通常把empathy翻成什麼 同情對不對 就是你會在他的音樂裡面 這個感受到某種同情 他說I feel Brahms sadness through my sympathy not through becoming similarly sad 他說你覺得布拉姆斯 他的音樂裡面有這個sadness的這種感覺 並不是因為你也一樣的sad 所以你才感覺到他的這個sadness 而是什麼 而是因為你在聽這個音樂當中 你有一種同情心在 你感受到他的這個sadness 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他要說的就是這樣 就是你很sad對不對 那我是一個旁觀者 我並不是什麼看你很sad 然後我也變很sad 那這樣的話就是什麼 就一排下去大家都一個接一個都很sad對不對 不是 是你能夠感同身受那種sad 你同情那種sad 所以你能了解那種sad對不對 這是不一樣的 他要說的就是這兩件事情 其實是這個不一樣的情況 這個是他在這個Brahms的這個音樂裡面 所舉的例子 那麼這個Brahms已經就是19世紀時候的音樂家 因為我們提到說這個Sambi 這個Bach是鮑爾克時期最早的 Betofen是古典時期 這個是這個18世紀 那麼到Brahms已經是19世紀了 19世紀了 那Brahms雖然他的這個 他在整個浪漫樂派裡面 就是這個19世紀的音樂裡面 他是一個比較堅守古典風格的人 但是我覺得他即便如此 他的音樂裡面其實還是有相當的 這個浪漫的成分 那種情緒啊 那種感情的一種表達 其實仍舊這個在他的音樂裡面 只是他是非常內斂的 非常自自的的一種表達方式 可是你聽習慣了之後你會了解到 那種內斂自治裡面其實是有一個很強很深的感情在當中的 這個事實上是某種德國的一種風格 OK 這個是Brahms 那麼下面他所舉的另外的一個例子 則是這個瑞典的一個劇作家 叫Stinberg 那麼這個Stinberg 他的這個作品 則是非常的陰暗 非常的陰暗 那麼他從 他也是19世紀 但是一直到20世紀初 20世紀初 所以是比Brahms來得更晚的 那麼他的這個劇作 你事實上看他長相就知道了 長得有點像吸血鬼對不對 他的劇作非常陰暗 然後充滿了各種可怕的折磨 黑暗什麼的 這樣的一種特色 就像瑞典本身的那種氣候一樣 那麼他這裡他舉的例子說 I am moved by Stinberg's tortured theoretical writing 就是他的那個什麼戲劇作品 那種充滿了這種痛苦折磨的那樣的一種 那種戲劇作品對不對 那也會什麼 受到他的那個感染 He is a vile self-loathing 他的那種令人厭惡的自我憎恨 討厭自己對不對 Hardly contentable cruelty 那種殘酷 那種充滿了自制力的殘酷 He is fierce longing for peace 追求一種心靈的寧靜 非常強烈的要追求心靈的寧靜 等等就是在那個劇作裡面 那個你所讀到的這些東西 他說 Does this mean I am calling on similar things with myself and expressing them in the course of sitting in the sea? theater shocked? 他說這個是表示 我當我在看他的時候 我完全變得像他一樣殘酷 變得像他一樣的這個什麼 令人討厭 變得像他一樣的什麼 是這樣嗎? Is he revealing to me a hidden note in my own soul one the mirror has long concealed 那麼是不是在看他的東西的時候 我其實什麼 是看到我自己 原來我自己跟他一樣 是這樣嗎? 那麼他說也許也有 Perhaps but also perhaps he is calling for something in my capacity for empathy something faculty of imagination on my part some sense of human concern I ought to be in touch within myself 他說 但是更大的可能並不是這樣 我跟他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你不可能什麼 看任何作品 能夠引起你感動的是什麼? 是這個作品的創作者一定跟你一模一樣 你在他的作品裡面完全看到你自己 然後你才能夠感動 事實上有些的作品 那個作者跟你的性格可能是相差很多的 甚至很可能是互補的對不對? 但是即便是這樣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個作品的特色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那個作品的特色 所以並不是什麼? 並不是你完全要跟他變得這個一樣 所以他說雖然也許他的確有一些東西 是你的靈魂裡面有的 你彷彿在他裡面像照鏡子一樣看到他自己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並不是這樣 所以他說perhaps 但是更可能的事實上是他讓我引起了某種同情 就是我看到這樣的一種性格的人 他怎麼樣的產生了走向了某種的命運 或者怎麼樣 這個更可能的情況其實是這種情形 這種情形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他所要去表述的 那麼如果他的這個就是對於Browns跟對於這個 Slinberg 所做的一種敘述是沒有錯的話 那麼顯然的 Colinwood對於這個過程就是一個人在欣賞一個作品的時候 經歷了一個跟創作者完全相同的一個感情的過程 這樣的一個說法顯然就不是非常的適當的 就不是非常的適當的 這個是他舉這兩個例子 所要做的一個說明 所以在後面他提到在這一段的倒數第四行 The thinking art causes an act of self-expression on my part It is plausible that it excites my imagination 他說不是什麼 不是這個藝術作品讓我什麼 在我這邊這個什麼 這個引起了一個所謂的自我表達或者自我表現 他說比較可信的是什麼 他引起了我的想像說我想像這樣的人 那麼他是怎樣怎樣怎樣 對不對 譬如說當你在看Phantom of the Opera的時候 對不對 那麼那個Phantom 那是很奇怪的人對不對 那麼也許你的本性裡面 可能有一些跟這個Phantom是很類似的 但是你畢竟並不是他 對不對 但是他的這整個的演出的過程讓你感受到同情 你可以了解到這樣的一個人 他被毀了容然後被呆在這樣的一個像地底下 像地獄般的那個世界裡面過著孤單的生活 那麼他的一些心思或什麼 那麼這些引起了你的想像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你就是跟Phantom差不多 並不是如此對不對 那麼正是因為不是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才能夠欣賞各式各樣的作品 對不對 看到各式各樣的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情節 不同的故事 而且我們都可以什麼 在那裡面因為我們的想像 而對這些裡面的這些主角 產生這個同情 這個才是可能才是真實的情況 那麼Colinwood他所敘述的顯然這個太過度了 就是太過度的意思是說 這個什麼欣賞者完全什麼 就是跟這個創作者一模一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作品就變得像是一個鏡子 欣賞者透過這個作品在那裡面 他變成了像創作 就是變成了創作者 就變成是這個情形 那麼這個 這個他這裡的一個批評要講的也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一個作品 那個其實太簡單了對不對 只是把什麼 把那個創作者的整個感情 讓你在什麼複製一遍變成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這個是他覺得太狹窄的一個觀點 那麼因此他在94頁的最後一段第一行 他其實所談的還是對於第一點的批評 就上一段的批評 那麼你可以看到他在這個 這個94頁下面這段的那個第一句話 那個就是前三行他說 Colinwood's vision of history and of human acknowledgment Straight jacket Straight jacket就是緊身衣 就是那個綁住瘋子的緊身衣 In a vision of re-enactment 就是這種 re-enactment 重演一次的這樣的一種觀點 他說這個太緊了 意思是什麼 這種觀點太狹窄了 太狹窄了 When our mode of knowing and feeling Far more variegated 他說因為我們的認知的方式 或者感情的方式 其實是很多元的 其實是可以認知到很多 跟我們差別很大的東西 或者是感受 那我們過去可能自己沒有感受 但是一樣的可以去了解那樣的人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表達的 因而他對這個所謂的這個過程的觀念 就提出了批評 提出了批評 那麼當然這並不表示什麼 並不表示這個Colinwood所講的 這種過程的觀念 完全不可取 因為後面我們在看到Dewey的時候 你會看到Dewey一樣的 就是他也在談 我們在看一個藝術作品的時候 一樣的會有一個這個過程 一樣的會有一個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Dewey就不把他理解為素說 你只是這個什麼 重新的再複製一次 那個創作者的那個感情 他並不是這樣的 那麼這個是對於這個第一點的批評 那麼第二點的批評 則是從這個下面這段的這個第二句話 就是從這個下面這段第三行這裡開始 那麼他談到說 Nor is it already true that an artist uses work as a vehicle for self-suppression Even if this is a central concern of at least one region of modernism There are bruised abstract expressionism, modern theatre, certain strengths of poetry 那麼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表現並不是所有的藝術家真的 他在創作的時候都是要做一個自我的表現 雖然在現代的一些藝術的流派 或者藝術家那邊或者藝術的創作的領域裡面 那裡面表現可能是最重要的 可是並不是 尤其是古代古典的那些藝術幾乎都不是為了表現 那麼我們的確會看到在十九二十世紀的這些作品裡面 像剛剛我們所提到那個斯特林堡對不對 就是現在是劇作家 他就是現代主義的劇作家 那麼在他的作品裡面表現 事實上是他最主要的這個所關心的 那麼他在這裡面提到 除了這個所謂的現代主義 另外像普魯斯特的這個小說 那麼或者是所謂的抽象的抽象表現主義這個畫派 那麼這些可能是表現可能是最主要的 但並不是全部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在整個藝術的理論裡面 我們在之前提到過有幾個主要的藝術理論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模仿理論 那你會發現說藝術是一種模仿 在某些藝術作品裡面 藝術可能是一種模仿 可是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藝術是模仿 所以把藝術理解為是模仿 或者在定義上偏重在模仿 你會發現有些藝術就是不符合這個定義 那麼一樣的按照康德的那樣的一個合目的性的觀念 把藝術理解為是形式 也是在某些這個藝術的媒介 某些藝術的領域某些藝術的流派 或者某些藝術家那邊說得通 可是不是全部 那麼同樣的這個所謂的表現理論也是如此 所以我記得在台灣早期很早的一個藝術的作品 就是波蘭的Tatakevich 他所寫的西洋六大藝術觀念還是什麼 就是他所寫的這個 那麼在那裡面他另外一個就是非常大部頭的著作 就是藝術史的著作 在那裡面他提到各種藝術的定義 那麼他談到說在當代有人因此就放棄了定義 他說不見得要放棄 他說如果這些理論就是在說明某些藝術的作品的時候 是說得通的話 那不妨可以這樣的方式說藝術是什麼呢 譬如說藝術或者是為了模仿 或者是為了什麼表現 或者是什麼為了這個什麼 這個產生某種形式 他說就用這種或者或者 這是我們一般講交集這是連集對不對 就是說把這個有關的東西這些 他說一旦把這些理論都合起來 那藝術就很就逃不出這些或者或者之外 總有一個是什麼 是符合這個藝術的要求的 這個是Tatakevich 他在談到這些不同的理論的時候 他覺得即便這些理論都不能夠說明藝術全部 但是可以說明某些部分 但我們現在先不管這個有關於對藝術的定義的這個看法 我們再回到這裡來就是他在這裡面要說的也就是說 這個表現並不是這個所有的藝術作品都不是為了自我表現這件事情 雖然有些是的確有些是 還是有些這個作品流派或者是領域 這個比較偏重在表現 但並不是全部這樣的一個情形 OK 那麼一樣的他在這裡面 同樣的舉了兩個 兩個例子 其中一個呢是這個 Pieter Kivy 他不是個藝術家對不對 他是個美學家 那麼Pieter Kivy 他其實是討論到意大利歌劇的一個誕生 那麼他在討論這個意大利歌劇誕生的時候 他提到就是他為什麼意大利的這種歌劇 各位一定聽過對不對 這個Puccini Viva等等 這個Verdi 這個等等他們的這個歌劇對不對 那麼他要問的就是說為什麼歌劇會是這樣的一種唱法 特別是所謂的永嘆調對不對 所謂的這個永嘆調 那麼他說事實上這裡面包含了意大利當時的一個實驗 就是如何的把他所要表達的東西 用一種很有感情的方式給這個唱出來 唱出來 所以這個在94頁那個倒數第四行你可以提到 看到他是說這個the verse of Italian opera took place under speech theory of music 就是音樂的一個說話理論 音樂的說話理論 因為歌劇他固然是音樂的一環 可是呢他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是什麼呢 是他有故事 然後他要唱的東西你必須要聽得懂對不對 你必須要聽得懂 你必須聽得懂他在唱些什麼 因為有些歌就是唱的比如說太快對不對 或者太怎麼樣太旋律太強烈的時候 就什麼就沒有聽清楚他的歌詞是什麼 你大概只能聽得到的就是他的這個旋律或者是節奏這一類的東西 那麼他現在在這裡面他就提到就是關於這個音樂的這個說話理論 那麼這個說話理論裡面他提到說 According to which the goal of composition or to invent the craft of transposing human speech mad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into the musical area area 就是永炭調 and a compliment 那麼就是在這個感情的影響底下 在感情的影響底下 人的說話 這個就叫做永炭調 也就是說 我現在很悲傷對不對 但是呢 很悲傷 那個悲傷的原因我必須把它說出來 所以你的那個 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還是要什麼 說得很清楚對不對 你不能像小孩那邊哭啊對不對 然後媽媽說怎麼了 哭一邊哭一邊說不知道在說什麼 那就沒有辦法讓這個故事這個呈顯出來 所以呢他是要在感情的影響底下怎麼樣的去說 而且在這個說裡面還讓人家感受到有這個感情在那裡 這個是當時的歌劇那個劇作家們他們在創作這些永炭調的時候 他們的一個考驗 所以他們試圖的讓他第一個很清楚的表達 可是在另一方面 他能夠讓那個整個感情衝刺在那個地方 因為你如果你只是說那固然很清楚對不對 我感受不到你有什麼感情啊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還是要什麼 用一種像是在唱的方式 用一種比如說那是一個悲傷的曲調 或者是一個戀愛的曲調 還是一個什麼的曲調 然後把它給唱出來 但是又要一個字一個字的咬字的清楚的 這個是當時的一個的一個情況 那他用這個Peter Kivy 的這個理論要說什麼 他要說的也就是說 所以你可以看在那裡面他其實考慮到的不是什麼 只是要把感情給宣洩出來 那裡面還牽涉到什麼 技巧的考量 技巧的考量 所以他不是只是純粹的一個self-expression 這麼簡單 他要問的就是說 在這種expression底下 有些什麼樣的技術 有些什麼樣的手法 可以去做 可以去做 OK 那麼如果了解這一點 你就知道他事實上是比所謂的 只是self-expression 來得複雜的 那麼94頁的最後一行 這個the goal 他說那個目的 similar to the literary invention of characters was not self-expression 他說那個目標是什麼呢 他說正如同是在寫一齣戲的時候 那些角色的創作 他說都不只是要自我表現 而是什麼呢 而是要control over material 是如何的去控制這些材料 這個才是什麼 才是一個創作者真正在乎的 他的確要有表現某些東西 可是他會去問如何的去表現 那這裡面就有一個技術性的考量在 而且這個技術性的考量 常常是一個新的藝術的創作 或者說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歷史階段裡面 產生這些一個新的藝術類型的原因 那麼這個就跟他的control over material 是有關的 所以他在這裡面他說 It was about learning how to make music seem expressive 他說是讓音樂怎麼樣的看起來像是表現的 是看起來像是表現的 How to make the area seem as if the singer will overcome with emotion 是讓他看起來像這個唱歌的人被感情所 overcome 對不對被感情所淹沒了 像他這樣 可是他一定沒有被感情所淹沒 為什麼 因為他唱得這麼清楚啊對不對 所以即便他好像在表現著那麼大的悲傷 他並沒有真的很悲傷對不對 他可能要讓觀眾感受到悲傷 或者至少讓觀眾感受到這個角色很悲傷 可是他實際上一定不是真的很悲傷的 他只是什麼 像是很悲傷 那麼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說的 因為當你把它理解為說 那就是一個self-inspiration 那我跟你講那不用創作什麼 你就大哭就好了嘛對不對 一個藝術創作者什麼就大哭 然後你表達夠好了 我們也看到了你哭了對不對 可是這裡面就不會有什麼 有任何的美感 有任何的藝術性 那麼所以在這裡面 他要讓他呈現某些感情 而且他的確也要讓觀眾感受到這些感情 而他會考量到 我要如何的去呈現這些感情 那麼你可以理解到這裡是一個什麼 他其實對這個表現是經過反思之後 然後他要用一個什麼樣的手法 來表現他所要表現的東西 這點跟一個直接的表現 直接的表現是什麼 笑就大笑 哭就大哭 是不一樣的 這個正是 而且這正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原因 對不對 就是他具有藝術性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事實上是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是在這個地方 那麼如果忽略了這一點 其實你反而就是什麼 你遺漏了藝術之所以為藝術 因為如果說藝術就是表現 那很好對不對 任何小孩都是藝術家 因為他們想哭就哭 想鬧就鬧 對不對 想肚子餓就怎樣 什麼就怎麼樣 他們不斷地在express 沒有人會說他們是藝術家 對不對 沒有人會說他們是藝術家 所以這裡當然就不是只是一個 那種一個expression 就是說直接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Colinwood顯然是把這個事情 看得太簡單了 因為他整個的重點就是 藝術就是表現 就像語言一樣 而且藝術就是感情的表現 他不是就是這樣子告訴我們的嗎 那麼如果藝術就是感情的表現 那就什麼 就哭鬧就好了 就什麼也不用做了對不對 那麼所以他那樣的一個看法 當然就是太簡單了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是那個所謂的技術性的層面 對不對 那個使用某種克服某些材料 來表達這個需要表達的這個東西 讓藝術呢有某種間接性 這不是只是直接的感情表達 他有某種間接性 因而就更有深度 而且更有技巧 甚至呢更有一些基心在 因為他要讓觀眾去感受到某些什麼樣的東西在 這個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之所在 那麼如果理解這一點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在下面他說 這個九十五頁第四行 This goal control overquift 就是技巧的部分對不對 control overquif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depth 那麼以及對於人類的深度的一個再現 他說這樣的一個目標很重要 is as central to art as that of self-expression 他跟那個自我表現呢 兩者都是藝術的一個中心對不對 你不能夠說 就只要自我表現那個是本質 那至於技術那個是次要的 並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事實上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如果純粹只是這個直接的一種表現的話 那事實上是不足以為藝術的 所以這個東西至少是跟他一樣的重要的 他說It has a goal of adding something deep to the world Be it a trace of self or an angle on life 那麼就是家道的什麼 加到了某種這個深刻的東西到這個世界來 那麼他現在再回到這個布拉姆斯的音樂裡面來 他說你當然可以說布拉姆斯有表現的部分 可是不是只有這樣 Browns is surely about both 他說布拉姆斯你可以看到兩個都有 about his own deep need to find peace and relief of loneliness through the sharing of passion and soul 就是這個就是他要表現的部分 就是布拉姆斯他顯然一定有這樣的一種籌緒 一定有這樣的一種心情這樣的一種孤單等等 那麼然後他透過音樂他找到了一個宣洩的出口 那麼這個當然是什麼就是我們所謂的自我表現的部分 他說布拉姆斯不是只有這樣 因為如果他就是只有這樣他去找個人訴苦對不對 或者什麼去喝一杯咖啡或者什麼 就這樣子就結了對不對 他是在創作一個藝術 因而他一定還有後面的這個部分 那麼後面這個部分就是他說的 and about the desire to make music sound so moving 就是什麼 他還有一個欲望 這個欲望是什麼 要讓他的音樂聽起來是如此的感動人 以至於什麼 that he himself will be moved by it as I am 所以呢他本身都會被這個音樂所感動 如同這個作者說 如同我也會被他的音樂所感動 那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你的作為一個創作者 你的基心對不對 你要讓人家感受到這個東西 你必須要問我怎樣才能讓人家感受到這個東西 那就不是直接的一個感情的宣洩 而是一個什麼 經過自我反思之後 經過你的思考怎麼樣的去調整這些音符 怎麼樣的去處理這些旋律 然後能夠讓他去表現出你要表現的那個東西來 那麼這就遠遠的多於所謂簡單的 那種自我表現那種東西而已 這個是這個第二點的批評 這個針對這個Colin所要提出來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這裡面當然我們都看到了 這個所謂的表現的遺產在對不對 那麼而這個表現的遺產是從這個黑格而來的對不對 但是呢現在因為他被擺在的是個人的部分 而這個表現呢其實什麼 就是已經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我只是要把感情給表現出來了 那麼我們當然因此也會問 那為什麼一個創作者他需要去思考 我怎麼樣的去把一個東西給表現出來 他反省性的去思考 我怎麼把一個這個東西給表現出來 而且讓別人感受到我們問他說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對不對 那個在這裡我們看到Hervis在下面這一段 他認為這個事實上要解釋這一點 Colin 5是沒辦法解釋的 他在他看來這要回到康德來才有辦法去這個解釋他 那麼所以他說就個人的表現而言終究要回到康德所謂的愉悅 因為當我能夠設法地把一種我內在的某種感情 我現在可以用某種手法而讓人去感受到它的時候 我能夠達到某種愉悅 而這個愉悅才是最終我之所以要去創作這個藝術的這個目的 那麼這種愉悅呢就是什麼認知能力的一個自由的遊玩 換句話說這個表現是為了愉悅 所以這個中間的這一段 那個第一行這裡他就提到 Ispression in art is also about the conscious pleasure We take in our own capacity for free play of imagination and free creation This cheerfulness suffuses 什麼什麼什麼 那麼這裡面都提到一種什麼一種快樂之情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創作一個東西 我終究還是什麼為了某種這個愉悅之情 因為透過我的這樣的一個詩透過我的話透過我的什麼 我把某種東西給表現出來了 而這種表現讓我得到某種愉悅在 但是不管如何我們看到的是它不是一個直接的表達對不對 不是生氣的然後就什麼發作 不是悲傷的大哭並不是這樣 它其實是間接的對不對 它是反思的它是經過一個思考的過程 如何要去表現某種什麼樣的一種東西 那麼在這裡面當然這個反思性就很重要了 反思性就很重要了 那麼藝術上的表現跟一般的表現是不一樣的 那麼對於這個我們看到就是對於那個Colinwood來講 他講的就是藝術就是為了表現對不對 所以對他來講沒有什麼藝術表現跟一般的表現有什麼不同 他在前面講得很清楚說藝術就是語言對不對 只是他是感情的語言只是他是感情的語言 可是真正的感情的語言我說比較像是什麼 像一個人這個樂的時候樂不可知的大笑哭的時候這個什麼 這個大哭那個我覺得才是直接的感情的語言 藝術並不是那樣的一種直接的感情的語言對不對 那麼如果我們理解這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理解到為什麼藝術的表現還是不同一般的表現 因為我說感情的語言小孩都在表達 那個剛出生的小孩他就完全在表達了他的行歪 非常明顯的但是我們不會說他是藝術家 那麼這個一般的表現就是把感情直接表現出來 可是藝術的表現是要間接的用媒介有技巧的表現出來 所以這是一種反思性的行為 這個也是他下面說的 Expression is a reflective act not simply a direct working through suffering or sadness 不是一個直接的東西是一個反思性的東西 那麼從這一點看 你就可以理解到Colingwood實在是太單純了 或者某個意義上來說太天真了 那麼後面當我們看到這個Dewey 他的觀點的時候他就了解這一點 我說他比較不是那麼簡單的 因為理論常常就是過於簡化 剛說的時候他的確也許也說中了什麼 所以好像有道理 可是你在進一步的思考 你會覺得他想的太簡單 他想的太簡單 那麼這個正是在這裡面他所提到的這個批評 那麼藝術的表現不同於一般的表現是一個 所以這裡我們回到了康德 那麼在另一方面又回到黑格爾 他說另一方面這個Colingwood的表現呢 也忽略了黑格爾的媒介理論 因為當你在做這個反思的時候 我要表現這個東西 你就開始想你要用什麼手法 那麼當然也會牽扯到媒介的問題 因為這個媒介能不能夠表現我要表現的東西 這當然是一個必須要考慮的一件事情 當然是一件要考慮的事情 所以在一樣的就是在這個95頁的中間這段 他前面一開始談到康德 那麼在中間的部分他其實是談到了medium 談到媒介 這裡還沒有寫到黑格爾 但是到這一段的最後面 他就講到這就是Colingwood所忽略掉的黑格爾的那個部分 那麼在中間的這個部分他講到說 it is an act 這個it 指的就是表現 expression 表現是這樣的一種行為 that takes shape through the making 他這個什麼 成形是經由這個做 而這個成形也就是才能夠達到這種表現 and celebrates its own talent and absorption in the medium 那麼他在那裡面什麼 慶祝他的天賦 就是他能夠去使用這個材料 然後藉由這個把這個材料做某種的改造 或者做某種的設計 而讓他表現出我的這個我要表現的東西來 所以他會什麼 這個他說celebrate its own talent 然後呢他會什麼 這個專注在這個媒體上面 因為這個媒體他一定要很好的操弄他 才能夠達到他所要達到的這樣的一個表現的目的 那麼他說this is one of many reasons Colinwood's theory cannot leave out the central place of the art object 就是在Colinwood的那個理論裡面 他常常其實都不能夠離開什麼 就是藝術作品本身 就是他在某些時候可能跟康德一樣 就是強調的是主體的部分 可是事實上他在談的時候 他丟不掉這個藝術的作品 為什麼呢 因為作為一個媒介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很重要的東西 那麼這一點呢 就讓我們看到媒介在這裡的重要性 那麼事實上也是一樣的 就是在黑格爾的那個美學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是表現 當然黑格爾談的是整個時代的一種表現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媒介對不對 那Colinwood呢他完全不去談這個媒介的問題 他怎麼著眼在個人的這個表現上面 但是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顯然的這個遺漏了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從這方面來看 這個Colinwood大概都有一些這個不足的地方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這個所要談的 這方面都лам得沒有 不lr... 你不用極了 如果我因為 biblichten 就不成功災固會 我們大家都下次會 幫你找到還手指著 我不 kij 或者不 Theater 都生現在 有沒有 就不要 你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